騎這時候其實是有一個想法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說 像我們一般在上學的時候 智能障礙者不用參加升級電力 也不用參加招會 然後甚至也不用參加運動會 就是所有應該可以被鍛鍊體力耐力的時間 對他們來講好像似乎都是可以缺席的 那可是我們看到一個很現實 就是一個很現實的事情就是 他們很難將來跟人家用腦袋筆劈 體力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看他們整個成長的歷程 幾乎沒有機會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一個想法 就是希望說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機會 讓大家看見其實怎麼樣鍛鍊體能 是對心智障礙朋友來講是很重要的 那因為我們的孩子通常跟家長結在一起 我們會看到說家長的健康其實是孩子的幸福 所以才會開始思考是不是親子一起來運動 然後為這個運動會會不會激起大家 願意開始就是關心自己的健康 然後能夠鍛鍊自己的體魄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那個時候 其實是有考慮到這樣的原因 所以才開始想說是不是透過一個運動會的形態 來做這件事 其實這樣的設計有點比照特奧 特奧其實它的主要精神也是在重參與 而不是在重名次 所以我們希望每一個人他挑戰自己 他只要願意挑戰自己就是一種成功 所以我們希望設計這個獎項 就是會變成希望人人都有獎牌 特奧過去的參加都是特殊學校的代表在參與 或者是少數的精英 就是他可能有運動的長才的精英在參與這件事情 那我們覺得體育這件事情應該是 每一個人都要有權利參與的一件事情 所以才會覺得說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 我們自己來辦運動會 然後一方面是我們私心一點講是 希望讓家長有一個機會帶孩子開始鍛鍊的人 另外一個其實對社會大眾來講 他會看見其實體育這件事情不應該只是限於少數人的權利 那對學校來講他們也應該要有一個機會去看見 體育運動這件事情對心智障礙者仍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希望能夠喚起這件事 我記得那時候在討論運動會的籌備的時候 其實是很大的焦點 其實是希望能夠有這樣子的效果 這麼多年下來 比如說各個地方這樣跑 我至少看見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這些青年朋友 他們開始在意這件事 很在意 然後有些人會為了要參與運動會 很早就開始做準備 然後就會激起大家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那至少我看到這些心智障礙朋友 他為了參與運動會 他就開始會開始想要去跑步 或者是拉著爸爸媽媽去散步 然後去球場打球 然後願意去從事一些體育性的活動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至少看到運動會辦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它存在的意義跟價值 我覺得很值得 就是說雖然很累 其實要動員非常多的人力物力 然後也會耗掉很多的財力 可是我覺得至少這是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不是只有這兩天 而是它其實是延續了一年兩年 大家都是為了兩年後的運動會 然後開始在這兩年內 開始積極的參與一些體育性的活動 你就會看到我們每一次運動會要結束時候 每一個人都問你說兩年後在哪裡 我就會覺得其實你光聽到他們在問你說 兩年後我們要在哪裡比賽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很值得再繼續做下去 因為你會看到有些人在意這件事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覺得為什麼這種需要一直很辛苦 但是一直需要把這個活動一直延續下去的目的 因為你一直都知道 就像一個人有聽過 有一個人都不會有很多人 今天會有很多人 有一個人都不會想到